我的牌最多还有一张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码的凯哥 视频面对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 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看一下第一副 这个起手牌倒是一般 对家老驴起蹲的倒是挺快 对家起动我们也来 把谁嚼嚼红 碰完酒桶 都不知道这个牌要去做什么 冲动了兄弟们 这也算是为梦想而窒息了一把 现在桶子比较多 留分享和桶子在手里 看看能不能做一个会议社区 四桶抓队 这个队子来的有点晚 四桶都见二了 上家打三桶 吃个边三桶 打掉腕子 这个牌型定型了 同时上家也启动了 上家的牌应该是碰碰糊了 对家像是在做调子 下家呱呱听牌 现在就是这个整体局势 来六桶打掉西凤 上家两碰我 这个七手牌被我误打误撞的 既然弄个青衣色听起来 青衣色听卡三桶 下家打过一仗 如果对家做调子的话 这个牌最少还有一个 对家开一对系统 那这个牌更认为它是在做调子了 听完牌之后看看下家 下家并没有三桶 那这个卡三桶还算是好牌了 对家开始打调子了 开着卡八条 现在倒是不清楚对家的意图了 不过一个没有听牌的对家 还是没有威胁的 四条也打出来 那就断定对家是10了 说他摸的都是伸张 那应该都是我的牌 这家破满湖挺牌 拼个八桶没人要 对家瘫打 我的牌只剩绝张了 这个绝张埋得深不深 只要对家不抓就行 出来的还挺快的 上家摸三桶点炮 五个花48分 加个苍蝇57分 湖牌只要一张 看一下第二副 棋手三队 加上个克子 这个牌可以发展一下 碰碰湖 这个牌如果找个搭着 也是门青一上杖 来七条打掉七桶 这个牌倒是简单 对子出来就开碰 有门青就听牌 下家开始启动 看见别人启动 自己也跟着幸福 他启动 我也想去做牌 这个牌 更愿意去做碰碰湖了 没想到莫章听牌了 那这个牌也不管了 直接去上听 双卡六万 而且还建议 这个牌听得实在是不咋地 但是感觉这个六万 对家和下家都不要 别看扫 但也不错 果然兵在金不在多 卡六万也自摸 卡六万也自摸 不过花十四分 加个超级十九分 看一下第三副 这个牌缺个头 搭着也够了 好不容易摸个头 又被碰走了 这把牌打子有点丑啊 都是卡着 小鸡来 酱油 还是打九条好 打九条不失账 上家门清停牌 来八桶 开地要编七万的打子 打七桶上听 打八万 又一次听了一个卡账 看看这把运气怎么样 上家摸七条点炮 四个花十分 加个超级十八分 这把小花十五分 下来 打一大 一点 输